阿幹你怎麼在這裡 怎麼在這裡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這支影片有點不一樣 我一個也有在拍照的朋友易成 跑來高雄找我 想說之前都沒有很認真的 跑去去台南拍照 再加上他最近剛好被我洗腦 換了一台新的FUJI SHAM的相機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用各自的FUJI 探索一下這個新舊交融的城市中 有什麼有趣的瞬間 這支影片主要會分成兩大部分 前面我們開車去台南的路上 我們會聊一下自己對於攝影最近的一些看法 後面再接回去POP的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聽我們兩個講幹話的話 可以跳到螢幕上的時間點 直接進入第二部分 在開始之前也要讓我工商一下 我最近有在販賣一些數位的產品 像是這個最新的濾鏡包 是我試著去模仿 我最喜歡的幾個FUJI FILM的底片模擬去調出來的 我同時也有在販賣一些 像是我自己設計的手機桌布之類的產品 大家如果想好支持這個頻道的話 歡迎再去貝卓蘭的連結參考一下 你好 阿什麼是台南 因為台南感覺很屌 對 當然很屌 想要當肥仔 然後想說我們在開過去的路上呢 就可以錄一下 聊天一下 就當Podcast在錄這樣子 車上Podcast 還蠻有趣的是 最近他剛買了一台那個新的 XE4 FUJI FILM的XE4 我一直跟他說X PRO 3 對 很屌很屌很屌 然後後來就被洗到 就去買那個XE4這樣子 對 還蠻有趣的 有過獨的這些相機 阿你自己覺得就是 嗯 你是什麼時候 開始想要買FUJI的相機 在我 因為就像剛剛他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就是 拍影片這種東西就這麼好 出去可以創作很開心 那當你要對到甲方的時候 其實 弄久了會有點悲懶 你會覺得 幹 拿相機就會給自己一個錢 意思是 你要開始工作 那工作對你來說 其實壓力蠻大 你沒做好可能會被操爆 其實我覺得人啦 在使用不管什麼器材上 都會對那個器材 有個既定的狀態 你有可能會覺得它是拿來 工作或是 拿來創作之類的 那 因為我拿的相機 創作上都是什麼 HASI HEC 都是大台 他拿起來就知道是在工作 你自己有觀察過 就是因為你應該也是 從喜歡拍照這件事情 然後開始就發現說 欸 很像可以用自己的相機去賺錢 你知道可以賺錢後 然後你有發 你有在觀察過 你拿起相機的頻率 的多寡的變化嗎 有 我剛開始 當然大家起頭都很興奮 有一台可能自己買的相機 像我自己一台是A6300 但那時候正常就是想要出去做創作 可能找Model 或是自己去接上接盤 大概一個禮拜五可以拿相機 幾乎可以每天拿 我就算可能出個滿五天拿 因為 對我來說那個就很像是 我可以在 平常生活中得到一些成就感 那自從我兩年前開始 嘗試接安之後 剛開始當然覺得 可以 我可以把興趣拿來接安很爽 邊弄邊玩這樣子 但後面其實做到現在 慢慢會有一個職業的那個捲帶是 你會覺得就是 因為甲方會一直給一些要求說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那你就會開始對你的作品 有一些批判性的那種想法 我覺得應該不是批判性 而是你會開始很強烈的自我懷疑 對對對 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真的不太適合做攝影 或是我是不是真的對於美感這種東西 真的不出 背後動機就不一樣了 因為為了錢嘛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有點像 硬做上去的 就算我可以拿得很好相機組織 到後面就變成 幹 我拍不好的話會不會被別人講什麼 或是可能 之後大家覺得我拍的東西又不怎麼樣 就不知道我接工作 這種自己的心態會很重 大學畢業後就用接安再過生活 那雖然就是也沒有拍到什麼大貴大富 但是生活還過得去這樣子 剛開始也是啊 很興奮 喔幹你給我相機賺錢很爽很爽 但是其實 我覺得應該所有的接安的人都一樣 就是 你一定會有所謂的停滯期 因為讓你覺得很爽的case不會一直來 大部分是讓你覺得說 喔這個價錢我做這些事情我可以接收 比較少是那種說 喔幹我可以賺錢 然後我覺得我對這個東西很有熱忱 我很想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這樣子 對 但就雖然是自己的選擇啊 就是其實也沒有想要指責誰 就是單純覺得 我自己在工作上跟在興趣上 因為太重疊了 所以會覺得自己過得就是很卡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想要往就調色這方面發展 所以我才決定說好 就算我的興趣跟工作是在同一個領域 但是我可以盡量把它分開一點的話 我就把它分開一點 對 對 那你覺得就是自從你買了Fugio的相機後 它改變了你什麼東西呢 因為它畢竟也是一台相機嘛 那它真的有大家說的就是 這麼有魔力嗎 除了什麼直出好看啊 或是什麼長得比較復古之外 你覺得這台相機帶給你什麼樣的改變 OK 好先聲明這個沒有附近台灣的贊助 一切都是我自己花錢 兩人敢自己花錢 對 當初我買的時候其實這台XE4 我想了大概快兩個月 我看這台XE4 它讓我很驚 就是覺得很想買的點是因為 通常我在上面看到評測的YouTuber 它對於這台評價就是 它是一台可以讓你隨時隨地拍照的相機 嗯 對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這個工作會讓我變成說 有時候出去 我甚至手機也不想打開拿來看著 對 但是這一台它的 就它有兼具一般相機 就是一般的 該有的都有 對該有的都有 然後它又不會過於的工作 它不會讓你拿起來就有種 它要開始做一些什麼 我等一下回去要修圖看 我覺得它可以在我很放鬆狀況下 讓我創作還是有水平之上 對所以我很喜歡這台原影是這個 怎麼會突然跑來高雄 我出台北之後 昨天直接飆過來 下班再飆過來 我衣服上開過來真的是 沒有一種覺得說 還要下來很悲然的感覺 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很久沒有做自己的創作 另一個點是 這台夫妻真的前拍 就很像是 我們買到一把槍之後 我還在一個不能開槍的地方那邊玩 而且也玩不出特效 不如我拿去拿什麼拔場打 台單就很像一種拔場 我伏計是我AK這樣 我跟妳講砰砰砰 一直打一直打還不會被罵這樣 幹 我覺得台北真的天氣很爛 台北的天氣不適合拿來做 我覺得這個就 大家見了見智啦 因為很多人都說在台北很好拍 只是 我自己針對的點是說 我待在那個城市真的太久了 就是我覺得你的思想在那邊住太久了 你已經看不到新的東西 對我腦袋已經有更衣力了 我已經對這件事情有點麻痺 對所以 我想說可以轉換看看 因為畢竟 所以跑來南部這一趟是你的救贖之旅 對真的是有點像是 不管是救贖我的攝影還是我的心態 阿倫 講師說要來拍照啦 阿相機沒有帶先開始賣了這個 現在來第二美術館這邊拍一下 阿今天跟藝成一起來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23mm 因為上一次去國貿那邊 23mm感覺沒有拍到什麼很屌的 我覺得今天要雪恥一下 阿你今天用什麼 我今天用35mm XE4 我們停好車之後呢 就在第二美術館外面 稍微顯晃了一下 想說現在外面晃一下再進去逛裡面 如果不免俗的 在進去重點區域之前呢 一定要在外面稍微暖身一下 那麼第二美術館外面呢 其實有很多像是這種露天陽台的部分 它有分非常多不同的層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晃一晃 你可以從左邊的樓梯 很像就是衝刺然後一次跳下來 我那個時候看到了阿伯在這個角落休息 所以我刻意等了一個 只剩下他的瞬間 然後拍下了這個堅定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其實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應該算是我在美術館這裡 拍到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在戶外的區域探索結束之後呢 我們進去美術館逛了一下 後來出來後呢 因為肚子突然覺得有點餓 所以又去吃了附近的一家涼麵 涼麵吃到一半的時候 原本還在錄梭食喔 後來看到旁邊的牆壁上 產生一道非常有趣的影子 剛剛兩面吃一次 突然看到這個 很像和帆的那種感覺 可以滾嗎 謝謝 雖然我拍照當然沒有它那麼厲害 但是我覺得在外面呢 可以遇到這種特殊的光線 其實還是會覺得很不錯 接著我們來到衛宇國華街附近的永樂市場 因為知道附近應該會蠻不好停車的 所以我們刻意停稍遠一點 然後慢慢走過去 在走過去的路上呢 我看到這個阿姨她跟 也是在等垃圾車的一個阿伯 就這樣子攀談起來 我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還蠻溫馨的 所以我拍下這張照片 從另外一側拍過去 阿伯的姿勢跟後面的光影呢 也形成一個還蠻好看的一個照片 我覺得 拍完這張照片 我們也開始踏入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是接近三點多 太陽越來越斜了 然後看到這個兩面的攤販呢 上面掛著這個營業中紅黃交界的布條 跟當時的光線呢 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接著我們換進去 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永樂市場 走進永樂市場後 稍微往裡面探索了一下 回頭的時候發現 發現這個正在等客人上面的阿婆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外面其實非常的亮 但是市場裡面其實還蠻昏暗的 所以就會造成地上這種非常自然的一個漸層 整個畫面的光源呢 是從人物的背後開始出來的 所以會形成還蠻特別的一個輪廓的感覺 拍完這張照片呢 我們走上了市場的二樓 上樓之後呢 我看到有兩個人在這邊聊天 然後也是這種光線從正後放出來的一個畫面 然後拍下了這個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這種輪廓的照片 我們繼續在市場裡面探索 發現這裡其實真的是還蠻歐區的喔 二樓有蠻多攤販 而且看起來也蠻多是真的有住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這邊待太久 怕打擾到別人 那我們下去之後呢 繼續在比較多攤販的一樓 繼續做探索 然後我發現了這個阿婆理髮廳 裡面正在剪頭髮的客人 那這個理髮廳的光線呢 是從正上方打下來的 所以其實就跟看很多電影 會打那種頂光是一樣的感覺 離開市場的本體之後呢 來到外面有點半室外的空間 這裡的屋頂呢 是用那種遮陽部所拼出來的 所以會形成這種光線露進來的畫面 然後我覺得這種斜色的光線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怎麼拍都拍不膩 探索完市場之後呢 我跟藝成都覺得蠻累的 剛好路過一家咖啡廳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稍坐休息 然後我也順便換了一下鏡頭 早上原本是拿23mm那一顆 那下午呢我換成50mm 在喝咖啡的同時 我還觀察到了這個 政治人物的看板反射在玻璃的桌面上 還蠻好笑的是 他的眼睛還剛好被有點模糊掉 看起來很像在打馬賽克 喝完咖啡之後呢 我們想說來稍微探索一下市場 然後慢慢慢慢走 然後在這邊呢剛好有一個攤販的阿姨 這一排的店家呢 鐵絕門都是拉下來的 只有這一家的門是拉開的 就形成一個光線會射進來的樣子 左邊打進來的光線呢 在他臉上形成一個勾勒的效果 個人是非常喜歡這樣 哎呦哎呦 過去了過去了 探索完了永樂市場之後 我們來到了台南新的圖書館 那這邊的建築呢 剛開始覺得很像還好 因為附近的景色有點雜亂 但是他又是一種很現代的一個建築 所以剛開始有點擔心說 會不會拍不到習慣的畫面 但是呢 當我們走到他的後面的時候 就是光線比較好的那一邊的時候 發現完全不是問題 這邊感覺是台南地區 爸媽出來六小朋友的一個絕佳地點 這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騎著單車或是六的直排輪 在這邊移動 看來我來這邊之前換50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我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使用這顆附近的50 就是等效75mm的焦段 其實可以在這裡 把一些不必要的背景都給去除掉 像是我在這邊就觀察到這個建築的外觀呢 其實是非常整齊的一個直線的條紋 然後剛好呢 有一個底地其實腳踏車要經過 然後這個長廊的這個延伸感呢 加上後面的這個屋頂 就把它形成一個框框 把它框起來的感覺 然後我們繞到另外一面後呢 這個時候剛好是有一個妹妹在這邊六直排輪 夕陽的光線打在直的柱子上 在左邊形成非常長的一些影子 我刻意等這個小妹妹經過亮的區間的時候 按下這張照片 那我個人覺得這是我這邊拍到 算是第一喜歡的照片吧 接著我在外面的玻璃帷幕裡面 觀察到了一些有趣的反射 那鏡子裡面的這個百葉窗呢 它的亮的區域呢 剛好可以框出一個主體 所以我那個時候等了一台腳踏車騎過去 然後拍一下這張畫面 另外一個我喜歡這張照片的點是 整個畫面裡面有非常多垂直的線條 像是這個玻璃帷幕的外框 還有背後的柱子 跟中間這個百葉窗呢 都形成一個直線的一個線條感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因為這個角度呢 其實有點難等喔 我在等的時候呢 其實又有好幾個小朋友 從我前面衝過去 然後我想說我就順便 不然就加減拍一下 拍到了一個倒著溜進來的底滴 看著非常的苦惱 我是後來看這個影片來知道 這個底滴原來是倒著溜進來的 後來又陸續有一兩個溜直排輪的小朋友 從我旁邊迅速的溜過去 那我當然也不能放棄這個機會 就按下了快門 當我在這邊拍得正爽的時候呢 醫生突然跟我說 欸叫我去前面一下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鞋射進來的光影 真的是還蠻酷的 然後因為我這個長焦呢 可能才能比較好的構圖這張照片 所以我來這邊拍了一張 這種影子的自拍照 然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湊進來 拍了另外一張合照 拍完這個有點尷尬的合照呢 我轉過頭來發現 陽光現在是正著我們打的 所以代表主體只要經過我們跟陽光中間呢 就會形成一個完全大背光的狀態 所以我在這邊等了一陣子 又拍下兩張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一種剪影的照片 也算是為今天的這一個攝影之旅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OK 那這次影片的原檔呢 真的比以往大蠻多的 也在嘗試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剪輯風格 那如果大家喜歡或不喜歡 在下面再跟我講一下 那其實我覺得台南整體拍起來的感覺 還蠻好拍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那邊就是那種很 OG的巷弄真的還蠻多的 那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會再訪台南 就是我專門為了拍照再去一次這樣子 然後一成到時候也會把他的影片 PO到他自己的YouTube上 然後他如果上傳之後呢 我會再把連結放在備書欄 如果還要剪出來的話 那麼這一次大部分的時間 是使用23mm拍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我50mm拍出來的照片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因為到後面圖書館那邊的那個空間 其實我覺得50的壓縮感呢 跟他把周圍雜物給去掉的這個能力 其實是比23好很多的 富士的23這顆鏡頭 也就是35這個角度 其實我覺得比較適合在街上走路的時候 就是當你在一個比較狹窄的空間 你可以跟主體靠比較近的時候 是會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如果是像在那種比較寬闊的區域啊 我可能就會選擇像50mm 全幅等效75這顆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今天去台南其實還拍得蠻順利的 每次出去拍這種街頭攝影的影片 都很怕當天出去其實拍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好險老天有賞面子 那天光線非常的好 那也有幸可以在路上遇到非常多有趣的構圖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底片模擬的參數有興趣的話 我會再把它PO在我的IG上 我會把它放在精選動態裡面 大家到時候可以再去操作業 那最近呢算是創作能量稍微高一點啦 我覺得也在嘗試不同的東西 那其實我之前會比較不敢在YouTube上 就是分享這種比較沒有經過處理 或是比較沒有修飾的想法 但我後來覺得其實這樣怎樣拍YouTube 就少了一個味道 YouTube好玩點應該就是在於 你可以不用像是你要拍什麼電影啊 或是其他很真的很認真的東西一樣 你就是展現你個人的一個地方對吧 那我最近呢是給自己一個目標 是想說可以盡量雙周跟 不是雙周跟 一周跟兩次 那可能一個就是這個POVisus影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種 純聊天 純嘴炮的影片 最後最後呢又到了工商時間的環節 然後我這一次有上傳新的濾鏡包 還有新的桌布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再去看一下 那這個濾鏡包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因為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附近的相機 但是如果你想要這種底片色調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看看我推出的這個濾鏡包 我會再把購買的連結放在備注欄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這個濾鏡包的話呢 那歡迎去下面支持一下 沒有的話也不要覺得壓力很大 那麼最近呢 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朋友 開始購入我這些數位的產品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謝好不好 那每一份 雖然就是一點點錢 但是我覺得 算是給這個我們這種就是拍影片 雖然可能沒有到娛樂給到大家 但就是至少也在產出內容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直接的回饋 那也是一個很直接的鼓勵 那這邊先謝謝大家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的話 再幫我按讚並且訂閱一下 我是皮靈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